燕霜的父亲因为一直坚决反对女儿来北京追梦的事情 所以并不愿意过多谈起此事 在和主持人有过简短的沟通之后 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燕霜 你来北京这个事儿没有跟爸爸说是吗 没有 因为我怕我爸这个骂我妈 因为我爸不在乎嘛 因为如果不听我妈的话 我爸都会先说我妈嘛 然后我妈就给哭了 我也不想让我妈哭 也不想让她为难 也不想 所以就只能说谎话吧 先瞒着我爸呗 哪怕是一个小的舞台 只要给我提供 只要有人教我 我也不怕吃苦 也不怕受罪 我会比别人努力百倍吗 然后别人努力一倍 我都要努力好几倍吗 那你为什么不想 好好地找一份工作 有固定的收入 然后拿着这个部分的收入 去找一个老师 真的好好地去教你一些基本功能 问题是浪阿姨要多少时间 而且我 我觉得从来没有人限制你 完成梦想 是有一个固定的年纪 从来没有人说梦想 一定要在18岁完成 或者在28岁完成 这个我知道 但是你年龄要 就是越大嘛 然后就是越不好嘛 有很多演员都是在中年 甚至在老年 才找到了一个更适合他的角色 才出的名 但这一点都不妨碍 他们喜欢表演呀 有几个 世上能出几个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一直不接受 专业的训练 你可能永远都不会 实现你的梦想 你想过没有 你在学校的学了东西 还没有在剧组里面 学了东西 只是我想 我想做更多演员 他们都不愿意给我机会 他们都老是 嫌我不漂亮干嘛的 就不让我做更多演员 我想接着来问问妈妈 您知道女儿在北京 过的真实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吗 我知道她在北京也够苦的 她跟您说 她有固定的工作吗 没有 女儿有没有给您寄过钱 或者给您买过礼物 买过 我女儿挺孝顺的 我女儿 她给您买过什么礼物 去年我的腿疼了 就不能走路 就这里 两个膝盖疼 她在河北给我买的药 记得我上班的单位 现在好多了 腿不那么疼了 说到药的时候 心里也很高兴 当然了 我这还是有女儿 刚才我们也了解了一下 叶霜在北京 其实更多的时候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 演员的职业留给她 那么她更多的时候 她的生活究竟是怎么过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记者的外财短片 这只是傅燕霜在北京这几年里 很普通的一天 每天天还没亮 傅燕霜就要赶往工作的地方 这个地方可能是西单 可能是工人体育馆 可能是大兴 可能是顺义 也可能是昌平 而等待她的工作 其实和当演员 毫无关系 傅燕霜现在维持升级的工作 其实就是发传单 一天发出 大约三千份传单 完成任务的话 能挣八十元钱 要想发完这些传单 正常情况至少需要十二个小时 如果碰上苛刻的老板 这八十块钱的报酬 还有可能被苛扣 这样的生活 对于傅燕霜来说 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发传单这样的工作 每月大概可以赚到一千多块钱 而这一千多块钱 要用来支付租房 坐车 吃饭等一切开销 为了省钱 傅燕霜只得在北京远郊 租了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平房 一个月的房租 就要三百块钱 为了节省开支 傅燕霜 把她每顿的伙食费 控制在两元以内 一块钱买份米饭 一块钱买爆咸菜 而这样的生活 一过就是五年 这间简陋的平房 就是傅燕霜 在北京的家 而这样窘迫的生活现状 她是绝对不会告诉她父母亲的